欢迎来到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电台 我是你的主播 黄耀铭 他刚听到的歌呢 是这个Sweet Girl McCree 那这个呢 是在电影一个人的朝圣里面出现的这个歌曲 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然后又不想被爆雷的话 那请按下停止见 因为今天我们要来谈这部电影里面 所衍生的一些事情 那如果你不太在意的话 那就继续听下去吧 好那这个电影呢 叫做一个人的朝圣 然后他的一个情节设定呢 就是说 这个男主角他已经七八十岁了吧 有一天收到他朋友的来信 然后这个朋友呢 就说他得了癌症了 在安宁病房 那收到信的这个男主角 哈罗呢 他就写了一封信 要回给这个朋友 Queenie 但是呢 他到了信箱呢 没办法把信投进去 他在心中就是有点在犹豫 我这样记好吗 我是不是要做一点别的 然后电影设定的一开始呢 会让你觉得说 他是不是跟Queenie 是有这个婚外情的 所以呢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反应 好那但是呢 其实 随着剧情的展开 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 Queenie当时呢 并不是他婚外情的对象 而是呢 在这个男主角哈罗 他丧子之后呢 心情非常的差 然后在这个 他们工作的工厂里面呢 把很多东西损坏了 那那个时候是 Queenie帮他顶罪的 结果他就因为这样子呢 丢了他的工作 那所以他一直觉得 他对Queenie是非常有亏欠的 那不过啊 就是在这个电影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啊 除了对于Queenie的这个亏欠之外 到后面也会发现 男主角其实一直背负着 对自己的儿子的一个亏欠 然后也因为儿子自杀离开了 然后导致于呢 他跟太太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的不好 他就觉得自己这个人生很像 一事无成了 什么事都做不好 所以也因为有这样的感觉 他才会在收到Queenie的信的时候 就在告诉自己 我已经和他失望一次了 那这次呢 我应该要做点什么 然后刚好在这个加油站啊 遇到了一个女孩 跟他说啊 他的这个阿姨啊 得到癌症 可是呢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他就 获得了一些好转 他就觉得 所以有信念这件事情是很有帮忙的 所以他就决定要踏上这个旅程 好那 这个虽然我说会爆雷啊 可是我还是不想要把结局告诉大家 那我们就 讲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接着啊 我们想跟大家来谈一谈 就是说 在这里面呢 哈罗啊 他其实感到很抱歉嘛 那他很抱歉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并没有去告诉Queenie 那我们要谈论这件事情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聊一聊 到底这个我们在说对不起啊 所以道歉啊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个我在网络上找了一些资料啊 有可能是错的 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 听起来也算是蛮合理的 那其中关于在中文里面呢 我们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有一个说法 要说啊 古人呢 以前呢 很喜欢利用这个对联的方式 来去比较学问 所以比方说 我就出个上联 然后啊 你就要去回应这个下联 如果你回应不出来呢 你就是学问比较差的 那有些人呢 这个真的对不上嘛 然后他就会说 哎呀 对不起来 意思就是对不出这个下联 然后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慢慢流传到后面啊 就变成说 当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让别人不开心啊 得罪人啊 或者是学问啊 没有别人那么好 都会说啊 对不起 对不起 那还有另一个说法呢 是跟这个面子有关系的 那这个中国文化学者呢 一中天他就说啊 哎 面子得要一样大 如果面子呢 不一样大 你就不能面对 所以呃 这个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 面子没有一样大呢 就是你可能做了什么事情 是呃 亏欠别人的 然后就觉得 哎呀 我真的面子没有你那么大 我啊 就还对不起 对不起 那这是另一个说法 那在英文里面呢 也蛮有趣的哦 就是英文 大家当然都知道说 是用sorry嘛 来表达对不起啊 歉意啊 那这个这个源头呢 是sari s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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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过呢 这个有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啦 英国人啊 或是加拿大人 在说sorry的时候啊 其实比较是在表达一个同理心 那也有教者认为呢 这个sorry呢 有时候啊 其实是这个在不同阶层中间啊 那个拥有特权的人 透过用sorry来表达自己有特权这件事情 听起来是不是蛮有趣的 那顺着这个表达同理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路 跟大家介绍一个研究 那这个研究呢 是这个哈佛商学院的Alison Wood Brooks的这个教授呢 他做了一个研究 他就请一个男生 在呢下雨天的时候啊 在美国的火车站去靠近65个陌生人 然后跟他们借用手机 那在一半的情况下呢 这个男生在跟这个陌生人借手机的时候说 哎呀 下雨真是让人感到抱歉 他类似就说 Oh it's sorry that it rains 那结果啊 如果他有先讲这句话 有接近一半的人会愿意借他手机 但是如果他没有讲这句话 直接去借手机 只有呢不到十分之一的人会借给他手机 所以你看 是不是这个很像对天气感到抱歉 看起来有点有效耶 那也就是说 或许在这个不同的文化里面 一开始在表达这个sorry啊 或者是对不起啊等等的 他的意涵可能更多是在传达一个同理的状态 而不是很强调说 我做错事情 然后我要跟你说抱歉 好那这个从这个对不起的源头来回顾啊 大家就开始想到 就说或许啦 对不起呢 他原本的目的 其实不是要去表达歉意 而是呢 在现代社会 我们有点 怎么讲 改变了他的用法 然后我甚至觉得啊 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对不起 其实比较是在谢哲 而不是真的有歉意 比方说我想那个很多人在小的时候啊 可能都有一个经验嘛 就是啊 你呢 就是可能会被教育说 如果你弄伤别人了 让别人不开心 那你就要说对不起 然后有时候也不是我们真的故意的或怎么样 那只要对方哭了或怎么样 大人就会跟我们说 你要跟他对不起 那有的时候你其实就很不甘心 不甘情不愿啊 但是呢 在大人的胁迫下 你还是会道歉嘛 那还有更荒谬啦 就是 即使啦 这个我们呢 就是我们如果是那个被道歉的对象 然后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要原谅那个 还会被大人教说 你要说没关系 如果你不说没关系 就是一个没有哑量 没有礼貌的小孩 但是你说嘛 在一个人没有觉得自己错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逼他道歉 如果你这个逼他去道歉 那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种虚情假意的道歉啊 你说这个对受伤害的人来说 会有意义吗 其实没有啊 那同样的 你为什么要叫那些受伤的人跟你说没关系 这其实是加速帮那个加害者卸责 然后他们就可以假装 然后甚至不是假装 是实际上就安慰自己说 他已经原谅我了 所以呢 没有关系 事情就这样吧 那总而言之 我觉得啦 这种啊 盲目的道歉啊 或者是接受道歉的环节 根本就是在卸责 那我不确定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是不是 在这个大的社会文化底下呢 我们是希望大家以和为贵的 希望大家不要记仇 还是说这样的氛围 其实是一件尖巧的人想出来的制度 他们觉得 只要够多人认同这样的做法 他们就可以肆无忌忍伤害别人 反正啊 我只要后来道歉就可以了 就会获得原谅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宗教的观点来出发 会有另外的发现 就是在很多的宗教 特别是在这个基督宗教里面 都会强调说 你要原谅别人 然后这个上帝或者是主才会原谅你 就是很像你做这件事情 都是为了要得到一个回报 所以我觉得这很奇怪 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做错事情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有所弥补 那应该是真心的希望 自己做了什么 可以让那个受到伤害的人 能够感到被安慰了吗 而不是说 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啊 其实完全焦点就是在我身上 我呢 只是希望呢 我自己可以获得一些好处 或者是我自己可以不要觉得有罪恶感 很怪对不对 好的 我们刚刚提到 有些人不是真心的道歉 所以现在我们来听一首歌 这首歌呢 是Taylor Swift在这个 Fearless专辑里面的 有一首歌叫做 You're not sorry 好那接着呢 我们来谈一谈 就是说 如果啦 你跟电影中的Haro一样 有时候呢 你可能啊 事后对于事情的发生 感到很抱歉 但是呢 自己已经错过 那个最适合道歉的时间点 那怎么办呢 那你很有可能跟Haro一样嘛 就是都没有机会 说出自己的抱歉 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 在那个最佳的这个时间点 你可能还摸不出头绪啊 不知道自己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做表达 或是啊 你可能知道 但是呢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然后就没有任何的作为 那这边呢 我想给大家一些建议 那如果呢 你发现啊 有一个很像因为你的作为 而受到伤害 那你第一件该做的事情呢 是梳理清楚当下的一个状况 你呢 造成这样的伤害 是故意的吗 如果不是的话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虽然有时候啊 我们可能同时间啊 想要完成太多事情 结果呢 就可能因此没有办法注意到 这个所有的环节嘛 那这样的状况下呢 就会不小心让一些人受害 那你可能觉得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这样的啊 但是你要知道哦 别人不见得是这样看的啊 别人会觉得说 你明明就知道 你同时间做那么多的事情 一定可能会出错 可是啊 你却还是那样做 所以你就是故意的 那当然我们没办法去控制说 别人到底怎么想 怎么看待我们的作为嘛 但你自己要很清楚知道 你呢 是不是故意造成的伤害 只有你啊 自己可以搞清楚 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搞清楚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 蛮好的开端 那接下来呢 第二步啊 你要搞清楚 自己到底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这一点是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 自己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 然后你就急着去盲目的道歉 那会让别人觉得说 你才没有真的感到抱歉 你只是希望透过道歉来谢责 那当然有时候啊 我们是没办法知道嘛 究竟自己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因为啊 那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事情 比方说啊 像我跟孩子有时候你可能就随口 答应了一件事情 可是啊 你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专心听 然后后来孩子就觉得 你为什么答应了没有做到 他们就会很受伤 那如果呢 有这样的状况啊 我建议啊 你可以先静下心来 好好地想一想 然后去想几个可能性 然后呢 呃这个有一件事要注意哦 就是不要太急躁地去追问对方 啊到底怎么了 怎么你告诉我嘛 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因为你要知道啊 如果你让别人受伤 那对方呢 在当下可能有很强烈的情绪 那即便呢 你是真的想要知道 你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好 但是呢 对方还是可能会 用这个比较恶意负面的方式 来去解读你的任何的话语 那有时候如果啦 你可以让对方看见 你呢 知道自己错在哪 那这个受伤的感受啊 是可以稍微缓解的 那如果你真的真心反省 还是没头绪 那我建议啊 你可以很有诚意的呢 把自己反思的过程 跟对方分享 并且坦诚说 你知道你自己 可能伤害到他了 但是啊 你真的想不到原因 那你可以说 是有意愿 想要做点事情 来表达自己的歉意的 那你也要很清楚 让对方知道 就是他不要告诉你 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 可是呢 如果他愿意接受 你的这个弥补 那对你来说 你就觉得那是好的 你愿意这样做 那这个说法 其实也连接到 我想给大家的 这个第三个建议 就是呢 你要释出善意 不过也要给对方空间 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期待 你今天要跟别人道歉 别人就要原谅你 那有的时候 可能因为你造成伤害 真的太大了 对方并没有想要 这么轻松就把你放下 那你也要尊重啊 如果你很强硬的觉得说 啊我都已经跟你道歉了 啊我也做了那么多 啊你为什么还是不满意 然后就觉得很不满 那老实说啊 这样的道歉是非常无效的 如果有这样的状况 你也只能告诉自己啊 啊这就是我的错啊 那你就是得要去承受嘛 那我知道我们可能在很多 特别是在 呃情侣啊伴侣之间 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嘛 就是你可能做了一件事情 然后你觉得 你已经做很多弥补了 但是有可能你就是 弥补都不到位 或者呢 对方可能就是刻意要为难你 啊但是 假设你犯下的错是很严重的 那你也只能那样啊 对不对 虽然别人可能会对你欲去欲求 然后甚至到有点夸张的地步 那如果你觉得真的太夸张了 那你也可以有你的表达跟选择嘛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限制 别人怎么样去想 怎么样去表达 但是你可以决定 你自己要怎么样去回应啊 对吧 好那呃最后一个部分 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呢 哎你一定要提醒自己 要记取这次的教训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了 那如果呢 你可以做到这一点啊 我觉得这个呢 其实就是对那个 被你伤害的人来说 是最好的道歉 那这四个步骤啊 我其实蛮建议大家 可以一步一步照着做的 那真的不要在那个 别人因为你而受伤的时候 然后就急着想要干嘛 你可能都还没想清楚 那就急着道歉 真的没有必要 那如果呢 你不知道到底怎么了 那你宁可坦率的让对方知道嘛 那说啊 你觉得自己可能让他受伤了 可是啊 我还真的不知道原因 那我会好好反省 我想好了再告诉你 那在那之前呢 那你其实只要让对方知道 你有察觉了 然后你会好好想 我想对方都是可能会去接受的 那如果他不愿意接受 那也只能说 可能你的伤害真的太大了嘛 那但是有另一种情形就是 你可能知道对方是怎么样受伤的 那我的做法就是会不大一样了 那你其实就可以跳过前面的两个步骤 你直接做第三个跟第四个步骤了 那这个其实有一个关键啦 就是你要让对方知道 你是有诚意 而且非常有信心 之后呢 不会再犯同样的错 如果啊 你可以让对方感觉到 然后也确实信守这个约定 那我想对方呢 应该都会乐意接受你的道歉的 那就算呢 他可能在当下没有表现出来 但我觉得你都可以把这个呢 就是当做自己的十字架吧 因为你毕竟就是伤害的人嘛 那对方没有那一个义务要原谅你 让你觉得自己 你犯的错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 好那 刚刚前面呢 我们都在讨论说啊 如果啊 自己伤害别人要怎么办 大老师说有的时候啦 其实是我们自己有一个愧疚感 然后这个愧疚感挥之不去 而不是说别人是不是要 有什么为难啊 或者是不想要原谅我们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啊 你要问问自己啊 为什么你会这么在意啊 然后想想说 如果别人都已经不在意了 或者是呢 那个已经不在世了 那你在意的原因是什么 那我也必须很老实的告诉大家 有些事情呢 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他真的没有办法去弥补 那你只能带着这样的印记 继续过你的人生啊 如果你真的很愧疚 那就做点好事吧 虽然他不能去弥补 那个被你伤害的人 但你可能可以稍微 降低自己的愧疚感吧 那就像在这个 那个自由之声这部电影里面 那个其中一个帮男主角的 那个男生不是就 就是之前是贩毒的 然后后来呢 他就受到了上帝的启发 就决定他要去帮助这些 被人口贩卖的孩子 那当然这个你也可以说 他其实是在某种程度 降低自己的愧疚感 那也可以啊 对吧 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呢 男主角哈罗 他其实是带着对于 Queenie还有对于自己儿子的亏欠 那他因为不希望呢 Queenie再次因为他感到失望 所以呢就开启了这场这个 徒步朝圣的旅行 但是啊 我想他后来应该也意识到了 真正的关键呢 不是他做了什么来弥补 而是啊 他有没有想要原谅他自己 那如果你跟Haro一样 有类似的状况 我鼓励你要想办法跟自己和解 那这个过程呢 肯定是不容易的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真的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协助 那最后啊 分享这个家族系统排列大师 海灵格子曾经说过的话 送给大家 他说呢 这个受苦比解决问题来得容易 那或许啊 不愿意和自己和解的你 只是呢 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来面对 以及啊 思考解决的办法 那你真的要放过自己呢 才有可能走上和自己和解的路 那如果你是KKBOX的用户啊 接下来你会听到的歌 是这个蔡建雅演唱的原谅 那里面呢 有几句歌词跟大家分享 他说 是否我不曾爱过我 一切都是我的错 先原谅自己 才能够获得自由 那如果你听到这边呢 你觉得这个一个人潮生蛮有趣 而且还没看过的话 推荐你可以找来看 那他可能不是那种娱乐大片 但是我自己看完之后 觉得 是蛮满足的 就是心灵上是蛮满足的 那同步推荐给大家 生活中的心理学博士电台 我们下次再见